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还是让他们两位自己来讲好了 谢谢方老师 其实所谓惊喜一路上 其实老天爷会帮你安排 对我常常会这样讲 他等着你自己去发现 民国75年我考海滋系 碰到这么年轻的系主任 然后碰到那时候非常用功的陈一鸣老师在带学生 那我就知道这个系可以念 虽然那时候我可能还完全不知道海洋区的状态 那生命会替自己找出路 我相信这一点猪肉基公园大家都看过 我们当然更要替自己找出路 所以我们后来 我其实非常的高兴我们选择了海洋这个路子 在这个发展上 那我常常举个例子就是 当时我们那个系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的方向 那我会举一个我同学的例子 现在国立台湾海洋大学的海洋生物研究所所长 陈一雄陈孝陈孝臭 那当时也在海生馆服务的时候拿过十大节奏去年 一个我非常优秀的同班同学 那他现在是海大的海洋生物研究所所长 那我是东华大学的海洋生物研究所所长 那全国现在为二的海洋生物研究所所长 是当时的大学同班同学 这大概全世界大概也找不到几个例子 因为像台湾只剩下这两个海洋生物研究所 那中南大学很抱歉 因为你们被整病掉了 你们的海洋生物研究所没了这样子 不过海志性应该引以为荣 这样子OK 我们现在培养出来的人才 其实在台湾的海洋界的部分 甚至我们跨领域到神迹的这块产业的部分 海洋界的这个部分 包括在养殖甚至是海生馆的展示的部分 其实都在这个部分的头角真容 我们都扮演了非常好的角色 其实也非常谢谢温老师 把我们的东西做得这样的发扬光大 我们永远站在一个巨人的肩膀跟宝库上面 生物的宝库上面 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isolate 我们存化 我们养殖 我们存化 我们分析 但是没有在应用的层面方面的时候 其实一切都是零 当然温老师那边也是 当然他们再怎么样发扬光大 也总有一个化物的源头 那这个源头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在前端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在可能的 废区域港的利用上的部分 你很难想象一个题目能够牵扯 对不起不是牵扯 能够影响跟涉略上的层面 可以到这么大 这么广 这在别的case上 几乎是不容易见到的 在以我个人的例子来讲上 我不太可能看到这么大的scale的部分 我们可以从生态 一路讲到分子生物学 还讲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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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讲到社会的废弃资源再利用 再利用价值 还讲到海洋富裕 富裕 其实非常特殊的一个例子 也是当时立即在 中海大际海滋系一个前头 一开始的一个 initiate的一个点上面的时候 可以再过了大概将近20 30年以后的做一个发扬光大的动作的时候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契机 说缘分也好说契机也好 其实都是一个很特别的结合 我们这样讲好了 以这个戏在中央大际来讲 应该是最小的戏之一的情况下的时候 我们有这样的发展 其实是 我个人我觉得是amending的 是很吸念的 可是我们做了好几个世界第一吗 不是刚才算出来了吗 是真的 是国外帮我们统计的吧 不是我们自己讲的 对 我是还是回过来看这些事情 就是说研究要专注 但心胸要广 好的 君子无本 心胸要广 心胸要广 心胸要广就是说 因为每一个人做的研究 事实上它是很limit 很有限 可是你的心胸要广 把你的视野拓展出去的时候 经过这一个不同领域的整合 像宋老师跟我 他一个化学出身为主的 一个生物为主的 那整个过程 他事实上才有办法把这个 最原始的研究去把它走到最后 那我通常想说 其实我们做研究 就是要解决人类的问题 不管你有多基础 即使做这种所谓奈米 或者是这种原子 它事实上最后都是应用到产业上面 例如说LED 那当初也不晓得这种所谓 发光二极体能干嘛嘛 对不对 然后后来变成LED 一个新的产业 白光的 德诺贝尔奖 我相信在刚开始的研究 事实上它 它不是为了德诺贝尔奖 或是说它不是为了产业而去发展 可是当你的心胸够大的时候 你可以容纳更多的研究领域进来的时候 事实上可以把原本不同领域的研究 去把它结合在一起 像我们在跟宋老师合作过程 事实上我们这边是举了一个例子 事实上有很多 已经在申请专利 甚至已经推动到国家 申请医药计划办公室里面 看看有没有办法再做一个衔接的动作 因为我始终相信 研究是要解决人类的问题 其实不管是在保育的观点 不管是从经济面的观点 或者是这种药物 或者是这种医材的观点 事实上都跟人相关嘛 对吧 那其实在整个发展过程 还有一个是说 你必须不能排斥新的事情 新的事情 那这样子的过程 可以回过头看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丙做大 当你把丙做大的时候 什么可能性都可能都会实现 其实在一个概念上 我当然没有倒霉 像温教授这样的胸怀大致 一定要对人类有所贡献 在我的概念上研究要有趣 有趣的事情一定会有很特别的想法 跟一步的在进来 常常跟学生做个最大的想法 像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 前面有提到紫三醇这个化合物 OK 好 紫三醇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抗癌亚物 好 我们的化合物也有机会 也有机会变成未来的 比如说可能很好的伤口收口亚物 但是我最常被问到一个问题 紫三醇在紫三里面是干什么用的 一棵树它的演化的过程里面 它不可能 我知道你人类得癌症 我让我去产生一个抗癌亚物给你用 但是它不太可能正好没有意义的合成紫三醇 所以一定是有趣的 同样的这些东西在海洋生物里面 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那我相信在未来的发展方向 这个部分 我个人会觉得它一定非常有趣 但可能要到温老师那边 有利于国际民生的部分 可能会稍微远一点 但是我相信它一定会有用处在的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好的 其实海洋通常被人家讲说 7比3 海洋占7 陆地是3 其实概念上是有问题的 我算给你看 陆地上要扣掉沙阿拉沙漠 扣掉那种寸草不生的地方 你每一笔沙漠可以扣掉三分之一 好 海洋从水平面0 到水深1万 对不起 通通都有生物 所以它是一个三度空间 所以你这样体积这样换算 可是所有陆地 对不起 它一定要着陆 不管是鸟类 鸟类也要停在树木上面 对 按照这种概念算完 我认为应该是99比1 99比1 那1%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开发 从有人类时候开始开发 可是你到现在还有多少问题 没有解决 光我们很多病 我随便菌疼痛 研究那么多 要那么多 癌症 要这么多 对不起 5 年 很多疾病还没有解决的时候 是不是未来人类是在对于那99% 容积的海洋 要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关注 跟一个投注 因为你1%已经用了5000年 我相信未来5000年应该也差不多是这样子 可是那99%呢 应该是从1970年代以后 人类的经济改善了之后 然后一些工具 然后一些比较好的仪器 那才有办法去做一些 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海洋 一些资源探讨 如果通常海洋还是面临会有一些 我们讲的一些挑战 例如说你拿到有效的 用养殖 够不够 可能还不够 可能还要用一些发酵的方法 或者是这种所谓生物反应器的方法 或是基因转值的方法 那再来是 原本被建出来的一个种 可以产生出某一个化学物质的 那个种到底这么正确 因为海洋的多样性 可以远比陆地上复杂许多 有些事情在回过台看的时候 哇 可能原本见了种 跟现在看到 是不一样的 因为现在技术又变进步了 那问题是 这些生物有很多是 会移动的 不像一棵树 大概不太可能会移动的 所以这些 其实上海洋还是面临一些问题 不过这些问题我相信 只要把它投注1%的那些资源 把它拉一半过来 事实上整个人类的生活 不管是在药物的方面 不管是在生活品质方面 它事实上 会比现在进步 而且是比现在更文明 虽然这是一个广播节目 但是它也是一个教学节目 所以我就 讲一点点它的指三层 好像我都是在做注假 它很多的植物里面的 对有要效的部分 其实是一种相对的 对植物来讲 是一种抵抗外物 或者是有毒性的东西 譬如它刚刚植物 它讲植物里面 它为了要抗汗 要抗被别的虫子咬 是 要抗不同的环境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些 特定的化学 对 特定的化学物质 但是化学物质 通常是比较有 沙面性的 但可能也是有帮助的 因为像你看 帮助那个 那个复原 那就可能是 就可能是 帮助复原 那在这个海里面的话 就刚刚我讲过 它如果受到别的生物侵袭的机会 其实是更多的 因为除了刚刚讲的细菌以外 很多鱼是会去咬这些珊瑚 或者咬这个海绵的 所以它其实要产生这种 它又不能跑 对不对 它要产生这种化学的机会 其实是更多的 相对更高 对 那产生这些东西 譬如讲说紫三醇 我不知道紫三醇 是不是第二次代谢物 生物非常有意思 它普通一般来讲 它的第一次代谢物 就是它真正生命需要的 那些氨基酸 糖类 然后它要排泄的时候 那个变成废弃物的时候 它理论上要把它排掉 可是它不把它排掉 把它留下来 就是为了要抵抗外来的 咬它或者干燥这样 所以它的第二次代谢物 其实是 对它生命未必是必要的 但是可能是 有特定生理 可能是对一些疾病 或者什么它有帮助的 对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二次代谢物的存在 它只要没有被 理论上在那个基因里面 它没有被环境淘汰掉的话 它产生二次代谢物的 那个基因会一直留下来 对 所以这就像我们人 可能有两万多个基因 对不对 可能我们真正在用的 可能只有百分之五 还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因 其实在那边睡觉的 所以其实这个领域有非常非常大的忌讳 其实在整个 尤其是在药物开发 像刚刚子参存的例子 就是当FDA核可的时候 那个子参存还没办法合成 大概有接近十年的时间 对不起一个人 每一个的疗程要十五棵树 那怎么办 去砍树 是到FDA核可完十年的时间后 才发展的搬合成方法 从子参存的叶子 所以这个生态的保育 事实上对我们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当初把子参存砍关了 我想FDA核可也没有用 应该没有办法从子参存的叶子里面 就得到它的中间体 FDA你要不要说明什么 就是美国食品药物管制局 大概是在做整个药物开发里面 最高的这个 全世界最高的这个机构 反正它认可的 大概都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使用 那子参存是一个很好的意思 子参存这个例子 是让我们知道 事实上海洋生物它有很多种可能性 从观赏的价值 从医药研发的价值 从医药研发的价值 医材 保养品 保健品等等 可是最重要的是说 我们利用这些生物的时候 事实上还是有很多不知道的 那这些不知道 我们事实上还是基于保育的心理 保育的心理 来keep这些得知不育的物种 因为这些多样性 事实上是未来我们 要解决很多人类的问题的所在 不要为了一时的这个 喜悟就把它抓起来 那这个事实上是对 对整个人类 也许这个小小动作 事实上它是对海洋是一种伤害 好 在我们快要结束之前 我想请问一下宋老师 或者是温老师 我刚刚有特别加了一段说 海洋里面其实有无限的潜力 可是对你们实际上在操作的人 现在发展海洋生物科技 或者是 不是那种普通的那种基因来基因去的 就是像刚刚讲的那种天然物的 这种生物科技的话 它真正的困难或者问题是在什么地方 OK 在我的概念上 第一个是主要是人才的部分 人才的部分 那以台湾来讲 因为我们的环境跟自然环境部分 其实已经非常的好了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然后我们几十年下来 但是同样我们希望在海洋教育的这一块 当然也可能 因为大部分真正在医学院 如果是海洋天然物这一块的话 医学院的训练配合出来的 进来的学生 其实不会到这个领域来 反而是我们自己这样子 比较像海洋领域的人 反而会进来 往那边入侵 对 其实非常特殊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相信在人才的培育这一块 我们应该是还有相当大的空间 那这个部分 我相信中央大学那边 其实应该 中央大学或者像东华大学 这里其实我们都在 现在在做这样的事情 那同样应该 另外一个就是转变 一定要试着转变 这个国家对海洋学上的概念跟想法 而不是把一个海洋国家的口号 放在嘴巴上一直讲讲讲 讲完了就没有了 就是这样 因为现在看起来我们的场域 还是这样的概念 就image上 在认知上 对海洋这一块的重点的投入 以及在人才的培育上 那我们相信未来的发展空间 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两个部分 一旦起来的 我相信其他所有的 都已经准备好的事情 都会在那裡 对 刚刚松老师讲也是 人才培育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那来资源投入 那大概是我们每个研究的人都一样 资源再多都不够 那我还是一句话 怎么是让自己的心胸更大 那把医学院拖下海 对不对 然后把这些研究单位一起拖下海 我们一起来做 把这个饼做大 当你把饼做大的时候 这些人跨旅域的人才 尤其是海洋跨医学 医学跨海洋 或是海洋跨各种的可能性的 那就会进来 那就会进来 那都会形成一个很紧密的 非常台湾岛 台湾岛一个很特别的人才培育的 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你以现在的潮流在看 那整个资源上大概是 能争取大概是这一些 你用合作的方式第一个 第二个是 你怎么把你的研究去做输出 输出 那你可以做输出的过程 就会有更多的资源进来 包括产学合作 包括技术移转 因为现在的时代 跟以前已经不太一样 你可以专注一件事情 那现在是 你不只要专注一件事情 而且你要把这件事情 把它应用 把它做得大 做得广 那再跟这个产业互动的过程 或是交易的过程 事实上可以激起你 一些不同的想法吧 那像我过去创造这个 32个东风模式 都是这样来的 我本来已经会做疼痛 那跟神经外科合作 我要创造一个 所谓的神经损伤活动 那我现在跟这个 产业合作 它要是一个美白的 我就开始想说 美白怎么做 然后另外一个 我跟这个神经公司 要合作的是 保健的 可以保健什么 抗皮疗怎么做 抗脑怎么做 那这个过程 事实上 以一个研究人员 它们事实上 是很容易去create 因为问题是在 越不越易 那当然这个过程是很累的 可是在这个 整个牧力过程 事实上 你当你创造出 分析平台 或是模组的时候 事实上 你可以跟业界 有更多互动 甚至你的领域上面 可以从国家资源 再拿到更多 再来是你的学生 他不只可以做基础研究 他也可以发展 业界所需要的一些技术 这种理论跟实际上一些结合 这种人才培育的过程 它实际上是更完整的 今天从他们两位的雨坛中间 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发现 从海洋天然物到跟医药 保健 或者甚至其他更多的产业的发展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 结合的空间的 那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 其实基础研究 跟我们的应用的科学 是蛮容易联合在一起的 你看坐这边两个人 居然就已经讲了这么多的一个空间了 但是更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当我们谈到了海洋产业的时候 或者我们先用个更 比较时髦的字 就是蓝色经济的时候 可能已经不再是我们想象的 捕鱼 养殖 船运 造船 它可以用天然资源 它可以用高的技术 它可以用智慧的加入 那当然你们两位都一再强调了 它要用开放的心胸 去跟大家团队的合作 来带着我们的海洋领域走入新的境界 我是征修科技大学的方立行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 东华大学的宋敏军教授 以及中山大学的温志宏教授 欢迎各位下一次再来收听海洋之窗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